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把整套视频做到符合时代 简单易懂 确保大家在学习过程中 不用消耗太多时间去思考和寄送大量信息 就能快速掌握和运用风水技巧 成为自己家里的风水师 我们整整倒腾了一年 过程真的是各种不可描述的心酸 好了 长话短说 我们开始进入主题 风水是我们中华传承了五千多年的学术 但是近五十年来 中国的风水学被民众贴上了一些玄幻和复杂的标签 不仅仅是玄学 还有我们的中医 我们的如是道文化 可以说整个华夏文化到了近现代都处在非常尴尬的位置上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我们整个华夏文化的本源逻辑都是基于这个世界 是有神有造物主的 其实西方也一样 同样有过神创论和信仰 十六世纪欧洲文艺复兴 人文主义KO了神定迷信 上世纪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新时代科学KO了封建迷信 科学的定义是没有神 没有造物主的 这么一来 整个以有造物主为逻辑根源的华夏文化都变得无法解释了 最后给了风水剧尴尬的话 信则有 不信则无 但是到了近几年 随着科学领域的不断深入 很多顶尖科学家突然发现 卧槽 可能真的有造物主 2017年 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 在未来论坛年会上发表了题为 《生命科学认知的极限》的演讲 很多著名媒体听过演讲后都表示 我们的世界因为几个最新的科学全乱了 我简述一下施教授说了什么 第一个是暗物质 我们原来认识的宇宙 所有星球都以万有引力为基础 相互环绕 形成了乱中有序的宇宙形态 但后来通过计算机模拟研究发现 如果星系 星球间仅依赖万有引力 宇宙将是一盘散沙 原来我们已知的宇宙物质只有5% 还有95%以上 根本不知道是什么 这股控制宇宙 我们下级之后 我们下级的队吗 这好看 我们下级的股级 而来公司 我们下级的一颗 我们下级的声音 所以我们下级的声音 我们下级的声音 然后这个声音 我们下级的声音 下级的声音 在我们下级的声音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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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科技可以在你什么都没做的情况下 让你性高潮 改动一下你的脑电波就可以了 这一段怎么理解呢 我们在梦中的场景 情绪感知体验 还有性高潮 在醒来的那一刻都会觉得 特别特别的真实 现在你在看我的视频 这个情景你觉得很真实 但在梦境中如果出现 这个场景一样很真实 早在1999年科幻电影《黑客帝国》 就用了最接地气的方式 呈现了这个逻辑 电影里地球上所有人 都睡在电脑制作的曲旧里面 活在计算机设置的 意识梦境当中 施教授在那次演讲中总结道 既然宇宙中含有95%的 我们不知道的物质 既然量子能纠缠 谁能保证在这些未知的物质中 有一些物质或生灵 它能通过量子纠缠 完全彻底地影响 我们的各个状态 这些颠覆三观的科学新发现 导致很多科学家开始质疑 我们的世界是不是真实的 我们是不是被某种程序 设计出来的 简单来说 科学家发现了我们这个世界 很可能是一个大网游 像近期火热的电影《头号玩家》 以今天的人工智能科技 我们已经具备造出一个 虚拟星球的能力 那么一千年 五千年以后呢 我们完全有可能制造出 一个虚拟宇宙出来 这么一来就很好理解 为什么在古代会出现神创论 现代人跟古人的认知不同 感知却是一样的 一样认为宇宙存在规律 万物皆有定数 然后开始思考 这规律是谁定的 这万物是谁在主宰的 只是古人所处的时代 认知高度远不能与今天的科技时代比拟 所以对于造物主的理解 就成了极具民族色彩的人物标签 比如盘古 女娃 还有宙斯他爹 而无限接近造物主视角的 释迦摩尼 耶稣就成为了我们的神佛 上帝 那么用现在的科学视角去看造物主 他很可能是宇宙造物主科技有限公司 或者是一个领先我们十万年的先进文明 制造出来的虚拟宇宙 如果造物主真的存在 不管他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 我们整个华夏文化就非常好解释了 以游戏视角去理解 比如现在最火的网络游戏 王者荣耀 王者荣耀的上帝造物主 就是腾讯天媒 运作游戏需要各大系统 生物系统 时间系统 空间系统 剧情系统 我们中华五千年来所研究的 就是属于这个世界的运作系统 我们的中医就是从造物主 也就是人体设计者的角度出发 去研究生命的学问 而西医则是逆向研究 所以这两门学问并不冲突 他们总有一天会在中间相遇 但可悲的是 今天真真正正的中医 已经走到了宾离师船的边界了 我们古人通过望闻问界 更甚至直接通过针线 利用三根手指发通你的脉象 就能知道这个人生了什么病 身体出了什么问题 但是问今天 谁又有过这样的体验 我个人和乃至我们神棍局 所见过的真正的中医并不多 能够治病的下医已寥寥无几 能够治人的中医濒临师船 更不要说上医了 再来是我们的命理学 如果基因科技是研究造物主 对于生物的程序代码 那么命理学就是从造物主 也就是剧情设计者的角度 探索生命剧情的学问 这串代码 会不会有そう思考 可以哇 你不就会像谊 你不就会像谊 那人的朋友 それを想谊 你不就会像谊 或者是他 还是会像谊 我生里想谊 最后还有一点 他哎呀 我也会像谊 我有一点 无论 一样 我画像谊 我认识的 独有的 时间系统 我国古代农耕文明的高速发展 很大程度都是因为这套时间系统 正是靠这套系统控制庄稼 参有了春耕秋收 如果没有这套时间系统 每年的收成可就堪忧了 空间系统在外国是地理科学 而在中国就是我们的风水学 只不过古人也是实用主义者 主力研究的是环境与人的关系 也就是空间代码 对于我们命运代码的影响 这就是古人对于我们这个世界系统的 探知和总结的学问 说到这里问题来了 为什么我们中国的古人 在没有科学技术的背景下 能够去探索造物主的逻辑呢 这一切的一切就因为这两张图 和图和洛书 由和图和洛书所演变出的一经 便是我们整个华夏文化系统的十足 那么这两张图怎么来的 史上唯一的记载 和图和洛书是在一只乌龟和一匹龙马身上找到的 以今天的科技视角来看这两张图 有没有觉得很像程序图 没错 以今天的视角来看这两张图确实是宇宙的圆代码 可问题是为什么在八千多年前会出现这样的图像 乌龟背上的程序图到底是谁刻上去的 这里揣测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是外星人或者造物主科技有限公司的人跑来地球玩耍 然后无聊顺手抓了只乌龟画上去的 第二种是我们上一个高度文明留下来的 比如玛雅文明亚特兰蒂斯文明 为什么说这两张图是宇宙的本源代码 我们中国人所熟悉的阴阳八卦 便是由和图洛书演变出来的 和图推出了先天八卦 洛书推出了后天八卦 八卦图在这个时代已经被玩坏了 可能你觉得你知道什么是八卦 但接下来这个视频可能会完全刷新你的认知 你可能知道宇宙大爆炸 但你知道宇宙大爆炸 就知道宇宙大爆炸 不然甚至是不像 那你这个视频可能会有什么 那我对宇宙大爆炸 有点微信心的 你跟土上有点 有点微信心的 对宇宙大爆炸 对宇宙大爆炸 还没想到 那边的东西 有点显然 这种 你也有点 你 是 感谢观看 明白我为什么说 核图洛书绝不是我们这个纪元的产物了吧 再来看看《易经》中提出的五行元素 也就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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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风水摆剑作用的大小跟我们常规的认知逻辑没有任何区别 比如西南建水旺财运 你摆个小鱼缸和建一个泳池在西南方 作用能一样吗 大家记住这句话 风水逻辑跟我们常规的认知逻辑是一样的 再说一下 一家企队一家企业垫 这一家企 ist 二家企业垫 太容易出问题了 但是如何制作一套 让所有人都看得懂的家居风水教学课程 为了制作这个通俗易懂的视频 我们痛苦折腾了大半年 制作过程中有两个让我们极度纠结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这几千年传承下来的风水流派五花八门 三河 悬空 轮头 八宅都各有所长 这么多流派 我们要是一个一个讲完体系 再分享我们的实战经验 估计这课程没做完 我们就猝死了 最后我们总结出来 这个时代的一些共性 比如现代人不像古代人一样 一辈子或大半辈子 都窝在同一套房子里面 现代人的家居是经常搬来搬去的 不管是刚毕业的大学生 还是企业高管 或是拥有多套房产的土豪们 都是一样的情况 现代人的流动性是很大的 住几年就换个地方 这样一来反倒更好 因为风水不行 我就颁带 多大点事 所以最后我们不选择讲哪个流派的内容 而是针对这个时代的特性 去做适合这个时代的风水教程 而另一个更头痛的问题 就是如何让这门 有一堆专业术语 和一堆专业公式的学问 做到简单易学 在当代 对正在卫生计奔波的许多人来说 具备九九惩罚表 可能都会嫌累 然后我就开始失眠了 掉了一半头发之后 终于想出一种交付方式 能解决所有问题 视频加专业笔记模式 在视频中 引用大量的现实加动画图片 跟大家讲清楚整个风水逻辑 但你可以不用记名词和记公式 我们把所有名词的对应结果 和未来十年的推算结果 直接写成专业笔记 记录在每一期视频课程的下方 比如你想通过风水 去调节你的桃花运 你只需要把视频中的 专业逻辑看明白 再拿个罗盘 确定自己加中方向 然后去一一对照 我们笔记中 给出在什么方位 摆放什么物件等等 这样大家不用记名词 不用记公式 只要看懂了逻辑 我们直接在笔记中 就能够找出答案 够简单了吧 这一年来 我们团队加班了 不知道多少个通宵 为了你们 我头发都快掉光了 本套教学课程 共三大板块 二十四节课程 每一节课有不懂之处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去提问 我们会总结 每个章节的所有问题 统一做出回答问题的视频 在最后更新 本套教学课程的定价 是二百九十九元 想学习的粉丝大大 可在下方二维码购买 至于那些喜欢用道德绑架 传承文化就不能收费的白莲花们 请您马上取关 谢谢 好了 这节课主要是让大家 对风水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想要学习风水 通过风水过上更好生活的朋友 下节课 科长正式带你迈入风水的大门